为何榴莲卖那么贵 中国每年进口82万吨 为什么我国很少人种 浑身长满尖刺又散发着臭味的榴莲 按理说会遭到吃货的抵触 但生活中却有很多人喜欢吃榴莲 甚至希望可以天天吃到 当然了我本人也非常爱吃 然而榴莲并不是我们想吃就能吃的水果 因为它实在是太贵 一两百块才能买到一个小小的 要是猫山王榴莲就更贵了 能卖到300到500块钱一个 如此高的价格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买之前更是要掂量一下自己的钱包 于是有些榴莲爱好者便抱怨 为什么榴莲总是卖那么贵 就不能便宜点 其实榴莲之所以卖那么贵 是有很多原因的 第一物以稀为贵 相信大家经常看电视 都能看到榴莲树上挂着很多榴莲 一颗有几百颗左右 就以为榴莲很高产 所以才觉得它卖那么贵不合理 但实际上榴莲的产量非常低 大部分的果树 种植一年或者两三年就能开花结果 而榴莲树从幼苗到结果 需要大概六到八年时间 果树成培的血本无归 果农种植榴莲风险巨大 这也直接影响了榴莲的价格 让它比一般的水果贵得多 第三采摘成本高 榴莲的采摘并非一世 因为榴莲树十分高大 有25米甚至40米高 而且榴莲又浑身长满锥刺 十分扎手 所以采摘过程需要两个工人配合 一人爬上树收割抛下来 另一个人负责用麻袋在树下接着 看着简单 但对采摘人来说非常危险 树上不仅要站稳 而且还不可以随意弄落树上的榴莲 不然自己可能会摔伤 或者是坠落的榴莲砸伤队友 而树下的不仅要灵活地接住榴莲 不让它受到损伤 还不能被榴莲砸到 不然轻则砸晕 砸伤重则砸死 所以这么高风险的工作 采摘的人工成本也是很高的 此外运输成本这些都会算到榴莲价格里去 各方面加起来 就导致榴莲价格远高于其他水果 然而榴莲价格再高 都挡不住我国吃货对榴莲的喜爱 每年都能吃掉非常多的榴莲 所以为了满足我国的榴莲需求 我国每年都会进口大量的榴莲 据有关数据显示 在2021年就进口82吨 这说明我国的榴莲市场是非常庞大的 利润空间非常大 既然这么赚钱 为什么在我国很少人种植榴莲呢 其实大家不是不想种 而是榴莲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不仅需要足够的光照 而且全年平均气温不得低于20摄氏度 若是低于生长所需的温度 榴莲将会停止生长 要是太低如低于10摄氏度 其果树可能会被冻死 因为作为一种热带果树 榴莲受不了低温 泰国 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气候 正好符合榴莲生长的需求 因此当地能产生不少榴莲 而我国 适合榴莲生长开花结果的地方很少 虽然在广东 广西 海南等地区 能少数种植 但其品质跟泰国榴莲 还是存在明显的区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